好 今天的生活財經通 我是邵雲 今天要來看的是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股神巴菲特是傳出大手筆的買台積電 當時就先起轟動了 很多人都說連股神都投資了 那小股民當然也要參議咖啦 不過其實當時才過了一季的時間 巴菲特竟然是罕見的大砍持股 那麼巴菲特旗下這個投資公司 波克夏他是在去年第三季的時候 砸了41億美元 買進台積電的ADR超過了6000萬股 那麼當時這個6000萬股 就佔他們整個公司的投資組合比重 來到了1.39% 是當時巴菲特持股的 第十大的持股名單了 那麼可是不到一季的時間 就砍了5176萬股 就只剩下了800多萬股了 那這個投資的比重也來到了0.21% 現在的市值就剩下了大概是6億美元左右 那麼巴菲特在短短一季的時間 這種極短線的操作 當然引發了市場高度的關注 可是其實當時很多股民就說 難道這個巴菲特賣股 是一個該跑的訊號嗎 不過因為當時巴菲特對於這個操作 是沒有多做解釋的 所以外界當時就有非常多的猜測 想說可能是半導體產業 面臨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一些問題嗎 還是可能接下來的這個前景 是不被看好的 但就在這個最新的日經新聞的報導中 巴菲特他是終於鬆口了 他說當時會砍台積電的持股 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地緣政治緊張的氣氛 那這個地緣政治指的當然就是 兩岸之間的這個緊張氛圍了 因為其實從美中貿易戰開始 台灣始終是夾在美國跟中國兩個大國之間了 那麼加上其實中國是不斷頻頻威脅我們 也讓這個台海的局勢是變得更加的緊張 那巴菲特就說了他說呢 其實除了考量地緣政治來出脫這個台積電始股之外 他也強調他說呢 台積電在這個半導體產業呢 是創造了這個壓倒性利潤的一個大企業 而且經營狀況是非常的好的 其實呢他對於台積電的整個前景跟經營能力 是相當肯定的 但他最後也說了 他說如果以他們自家公司的總部 是位在美國的奧馬哈 拿來跟台灣相比的話 光是這兩個地方 地緣政治的風險差異就很大了 所以這個因素呢 也是他考量的一個最大的主因 那麼呢大家都知道 巴菲特是被封為全球的股神 那他的持股操作當然影響力也非常大了 過去呢巴菲特他就分享了自己的投資哲學 其中他有兩大主張 第一個是長期投資 第二個是價值型的投資 這兩大原則 那麼像是巴菲特他在過去就說過 他說長期投資的部分呢 如果你沒有報股十年以上的心理準備的話 那最好是連十分鐘的持股都不要持有 那麼也是因為這句話 現在就很多人說 難道巴菲特是自打嘴巴嗎 為什麼這個台積電持股呢 沒有報十年才報一劑就放手了 但其實巴菲特這種算是閃電賣股的狀況 過去就發生過了 就來看到在2020年前幾年的時候呢 其實這一年呢就是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巴菲特他在這個時候呢是一口氣 有投資四家的航空公司 包含了西南航空 達美航空 聯合航空還有美國航空 但是呢 其實也就是在這一年呢 他就瞬間的是把持股通通都出清了 那麼呢在出清不久之後 其實航空股是有迎來一段爆發期的 那麼當時呢 巴菲特這個操作就引來質疑 很多人說 巴菲特明明就是希望這個長期持有的 但是呢在航空股引來這個爆發期的時候 他已經把股票都出清了 那麼這個操作到底正不正確呢 其實巴菲特他在事後的公開場合 他就有表示了 他說他對於這樣的這個轉手呢 一點都不後悔 因為他強調啊 雖然當下看起來 航空股是有反彈的跡象 可是呢當時來看呢 整個產業的前景呢 還是有很多不明朗的情況 所以呢 你可以從這個台積電的操作 跟這個航空股的操作 就可以發現啊 其實股神呢 他是非常謹慎的 而且呢 他是非常高度的關注 整個全球的產業 或是景氣的脈動 只要有一點點的不穩定啊 或是有一些警訊的話 他會立刻的來出手 那麼加上剛剛有提到的是 巴菲特砍了台積電的持股之後呢 其實現在台積電的消息也是頻傳 像是先前就提到了 美國廠的有一些可能進度延後的狀況啊 還有美國補助生變的這些問題 那麼現在又傳出的是 連原先他們規劃在高雄有28奈米廠 也可能計畫要放緩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以下這則報道 九十二歲的股神巴菲特 睽違十二年出訪日本 三年前他入股日本五大商社 現在透露考慮加碼投資日本 對比他去年第四季出清台積電 海外存托平整 將近三十二點七萬股持股 價值兩千兩百四十萬美元 巴菲特公布原因 日本媒體提問是否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影響 巴菲特回應 這的確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台積電是在這個領域創造壓倒性利潤最大企業 經營狀況也很好 但在位於奧馬哈也就是巴菲特公司所在地 或是位於台灣將產生差異 訪談中表態地緣政治風險是關鍵 就連在國內台積電高雄28奈米廠 也傳出計畫生變 台積電投資台灣投資高雄也是不變的 那甚至台積電在前幾天也有提到 他們全球的研發中心 即將要完成 那這個會進駐八千人的這個高階工程師人才 所以這個都是台積電在持續發展 王美花打包票投資計畫不變 只是全球手機PC市場受到全球景氣通膨影響下 廠商按國際市場狀況調整建設時程 外界還是有人質疑是配套沒做好 高雄的這個相關的工程都會在推進 我們非常歡迎台積電在台灣的各地的投資 那相關的需要政府協助的 我們也都會去協助 再次強調台積電在台灣投資沒放緩 也否認投資與地方選舉有關 要讓高雄人吞下定新聞 近新聞綜合報導 好那麼講到這個台積電的高雄設廠計畫 其實原先一開始呢 台積電宣布要來到高雄的時候 是規劃兩座晶圓廠 一個是7奈米一個是28奈米 那麼就在去年10月的法說會上呢 其實總裁魏哲家他就親口的說出了 他說因為現在他們看到整個客戶需求是轉弱的 所以呢在這個去年第四季的7奈米產能利用率 就已經下滑了 當時他們就宣布了7奈米廠要暫緩的 但是呢這個暫緩的時間表是沒有對外公佈 他們強調說呢只是一些略有調整 但是當時的說法是說28奈米廠是會按照計畫來進行的 而且他們也說呢高雄的整個投資呢 是不會取消也不會變更製程的 那麼還強調說28奈米會持續的來擴產 可是才過沒有多久呢 現在就傳說28奈米廠也有變數了 因為現在呢是包含了是原本台積電 在明年高雄廠就要量產了 但是呢在今年1月本來要開標的這個基電工程的標案呢 已經確定延後一年了 那麼後續相關的一些無城市啊裝機作業 當然也會因為這樣的被迫的延後 那麼另外甚至還有消息透露呢 說台積電在高雄廠計畫要採購的28奈米的基台 現在也全數的取消了 那麼似乎也是預告說這個28奈米的製程都會有一些調整 但是面對這些消息呢 台積電說因為馬上在下週四 也就是20號的時候要舉辦法說會了 所以現在也算是進入了兼末期 那麼他們也不便對外來說明相關的一些計畫 至於高雄市場陳其邁他是對外透露說 台積電的投資高雄的這個計畫是不會生變的 但是對於這個建廠的進度呢他們表示說會尊重台積電的考量 那麼看到除了在高雄的部分呢 其實台積電在新竹他們也說要蓋研發中心 原本這個研發中心啊在去年就要完工了 不過因為整個整體的建築物工程有一些延宕 所以呢現在算是進入了這個施工的尾聲階段 台積電就預告了幾乎是在5月的時候呢 相關的研發工程師就可以進駐 而且預估會有8000名的研發工程師 那這部分呢都是按照計畫來進行當中的 不過台積電啊在高雄廠的這個計畫暫緣 連帶會影響的是什麼 很多人說就是當地的房價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之前台積電 宣布要去高雄的時候周邊房價大漲 就有房仲業者說當時啊高雄的天花板價 一世之間變成地板價 而且還傳出有投資客是毛起來 一口氣包走了整排30年的老屋 那麼現在呢這個高雄的計畫生變了 很多人就說啊現在這個高雄廠看起來 蓋不蓋可能都沒有差了 因為已經達到炒房的目的 還有人說啊炒房的階段性任務算是已經完成了 那麼其實大家都知道高雄的房價 在當時2021年的時候是大噴發的 包含了像是左營啊南紫橋頭這三大區呢 都是非常的火熱的 甚至有一些物件呢本來700萬的房子 一口氣漲到1000多萬 而且房仲也說他們一個月可能可以成交9到10件 整個盛況呢是相當火熱 但隨著現在呢台積電7奈米28奈米都傳出可能會延後了 連帶呢這些高雄的地方房價也出現鬆動 有一些地區像是大寮小港鳳山都出現房價的跌勢 而且跌幅呢最大有來到一成左右 所以大家現在觀察高雄的房市 如果少了台積電的加持 還能不能維持之前驚人的漲幅 其實這是有待觀察的 那麼除了這個在國內的佈局之外 來看在海外的佈局 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積電在美國廠呢 雖然之前有傳出工程延宕 不過呢現在台積電他們也強調說2024年就是明年一定可以量產的 那麼在日本的部分呢其實日本呢先前台積電就說了 他們跟Sony合作 在熊本要打造12寸的晶圓廠 也是2024年底要來量產 而且加上之前呢他們也宣告說 考慮要在日本來蓋第二座晶圓廠了 那麼日本供應商就說 其實是因為整個日本的工作文化跟台灣相似度很高 加上整個薪資水平啊跟台灣的差異也不大 所以呢也連帶讓台積電在日本的這個蓋廠的進度呢 算是很順利的 那麼在歐洲的部分呢傳出他們要考慮的就是德國了 而且近期呢已經向一些供應商 來要求要提供設備耗材這些出貨的報價內容 所以這也代表呢台積電在德國廠的計畫 可能已經到了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階段了 但大家就說接下來他們面臨的 除了德國廠成本高還有人才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歐洲的這個企業工會是非常的強勢的 尤其在半導體產業你這個機台幾乎是24小時 全年運作是不能減短的 那如果一旦遇上了這個歐洲廠商出現的就是工人罷工的問題 那相對來說對台積電就會是一大考驗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財經通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